让一让 让一让 少 少爷 是少爷 少爷 你怎么了 赶紧醒醒啊 别吓他了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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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是 在哪儿 少爷 你醒了 汤儿都要被你给吓死了 你 少爷 这是南月城最好的大夫抓的药 喝了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我这是 重生了吗 似乎记忆和这具肉体融合在了一起 汤儿口中的南月城就是这儿 一起上 上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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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句话呀 你不会伤到脑子了吧 别熬了 别熬了 我没事 你先去给我买点吃的吧 我都快饿死了 好 少爷 你就在这里等汤儿 哪都不许去啊 汤儿马上回来 嗯 知道了 哼 根据原主的记忆 我还是处于通权大陆上 但为什么周围的情况似乎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眼前这些人身上都没有灵力气息 反倒是汽水之力颇为旺盛 算了 既然都重生了 先想想眼前的事情吧 这具身体的主人是南月城王家的继承人 王瑞 根据记忆 他死前是和朋友一起去了戏院 至于后面是怎么被扔到这巷子里的 就些模糊了 到底是谁杀了他呢 说起来 这原主的天赋也是够差的 王家清净资源培养 也只达到了后天三层水平 少爷 我回来了 能 给你买的烧饼 快吃吧 吃完咱们回家 嗯 这 这是 地灵草 怎么会有这么多 还生在这种没人采摘的地方 少爷 你这是怎么了 等等 这 这 这一片全是地灵草 有了这些地灵草 就算没有其他材料 我也能将其练成药液 到时候这具身体 谁挤住狗尾巴草 有什么可开心的 少爷不会傻了吧 这也没发烧啊 少爷 你果然还是伤到脑子了吧 呃 彩儿 我问你 这草叫什么名字 外面卖什么价格 这就是普通的狗尾巴草啊 满大街都是 根本不要钱 连狗都不吃 这个世界明明还是通选大陆 但为何现前颇为珍稀的地灵草 现在烂大街了 既然地灵草如此 那其他灵药是不是也 走 咱们先回家 那不是王家大兽王瑞吗 他手里捧着的东西 怎么有些眼熟 好 好像是狗尾巴草啊 他这是傻了吗 呦 这不是我亲爱的哥哥吗 不是 你怎么还抱着一堆狗尾巴草啊 该不会是脑子坏了吧 哈哈哈哈 王鹏 云主的表弟 两人从小到大就不对付 我懒得陪你玩 让开 哎呦 看来你脑子真的出问题了 还想把这些脏东西带回府里 首先 这不是狗尾巴草 其次 我现在是整个王家的继承人 我想带什么东西回府 你管得着吗 首先 这不是狗尾巴草 哈哈哈哈 哎呦 笑死我了 居然能说出这玩意儿不是狗尾巴草这种话 哈哈哈哈 这王家大兽是怎么了 不会打击太大 脑子出问题了吧 他这也太惨了呀 原本正值年少 意气风发 想要什么东西得不到啊 结果 他老爹已重伤 王鹏 你赶紧让开 少爷面前还由不得你撒野 王鹏 你赶紧让开 少爷面前还由不得你撒野 想让我让开也不是不行 你过来给我当三天侍女 我马上就让路 脑子被打坏的 你觉得这个提议怎么样 你 这是什么眼神 好可怕 不对 他就是个废物 肯定是我看错了 你 你还以为你是那个王家大少吗 谁给你的自信 你怀里的狗尾巴草吗 没错 就是我怀里的狗尾巴草 不是 你脑子真被打坏了 这破东西能有什么用啊 炼灯 既然这样 那我们打个赌吧 可以了 赌什么 就赌你能不能用这狗尾巴草 炼出丹药了 如果炼不出来 以后见到我就得鞠躬叫大哥 三声 那要是你输了呢 要是我输了 你让我叫你什么都行 好 那就以一个月为期限 你要是输了 以后见到我 就反了爷爷 你真以为自己能炼出来啊 用狗尾巴草的炼丹 别说一个月 给你一百年都没用 蠢货 这种事情 怎么可能做到啊 真惨 不仅家产要拱手让人 现在连脑子也烧坏了 就算是用正常草药做赌注 整个南岳城 才几个炼丹师 不用怕 相信少爷 你可别跟我玩文字游戏啊 不能往里面加其他材料 而且也不能随便捏个丸子 就说炼成了 必须是真正的丹药 那是自然 这丹药的唯一材料 就是狗尾巴草 你到时候 可以拿到丹坊鉴定 只要查出来 有任何其他材料 都算我输 好 那就一言为定 咱们一个月后 见真章 也不就是我见夫 熟认着地银丹的练着火候 与禀命 换作他人 他早已经炸了 差不多了 你当下这具身体的势力 你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了 此方天地 使人间修学 而无一人修仙 修仙本质上的说 使你天而行 资质 工法 资源 乃至于器人 都缺一不可 现在的人们 或许不缺资源 而他们 却缺少最核心的工法 既然如此 就让我来登第一个吧 成了吗 少爷 这是 少爷 你吓死我了 脸蛋哪有那么容易啊 整个南月城都没几个会的 刚刚爆炸声响起来的时候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 好了好了 我又没什么事 他说你才是 身上都湿透了 赶紧去换件衣服吧 应该就是这附近了 这两天 靠着地灵草炼制的药业 我已经突破到了练习一字 不知道 这个世界会不会有其他休闲者 按照原主的记忆 这世界应该是以休闲为主 若真是这样 那我岂不是无敌了 站住 你是干什么的 站住 你是干什么的 我要摆摊 第一次来是吧 入场费 一两银子 第一次来 只能租丁级摊位 二两银子 一共三两 给 弄 进去吧 原来是一个隐蔽阵法 黑石放在阵法里 会安全很多 真是个不错的主意 黄金法宝 出自赵家炼器大师赵鼎盛 有需要的来看看喽 一血舌弹一窝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五月学府招生在节 本次考核的考题 独家出售 老板 这种黑不拉结的草药 怎么卖 玄墨参啊 无两白银一株 这么贵 我记得这东西除了有毒之外 也没什么别的作用啊 在前世 这玄墨参 可是被称作玄域通天神 乃是化神经修饰 甚至合体其大能都垂涎欲低的质保 以其为主材料炼制的玄天丹 能够提升修饰的悟性 使其修炼速度 一日千里 你到底买不买 钱贵就滚开 呃 那这两株草药怎么卖 左边那个十两 右边那个十五两 三种我都要了 这是三十两白银 呃 好 难不成被这小子给捡漏了 不应该啊 才花了这么点白银 就得到了这么多天才地宝 这里简直是天堂啊 不过手里的钱 已经被我花得差不多了 现在得想办法赚点钱了 哎 瞧一瞧 快一看了 这有小龙宝 找到了 左边的摊位 好像是卖功法的 右边的摊位嘛 那些也能算单样 就是一些草药丸子嘛 旁边没有竞争对手 突起山心了 兄弟啊 需要功法吗 啊 我这除了大量黄金功法外 还有几部玄金功法残卷呢 看咱们这么有缘 我可以给你最大优惠 我主要是来卖东西的 暂时不太需要 哦 那你卖的是什么 这些 这 这是 一堆垃圾而已嘛 不是 你就来这卖这些破烂啊 我怎么闻到一股 狗尾巴草的味道 你没闻错 这些东西绝对就是 狗尾巴草做的 这小子该不会以为 别人闻不出来 他榨的是狗尾巴草汁吧 这个味道 怎么和狗尾巴草这么像 哎 仔细点把巷子去掉 你没看这颜色吗 就是狗尾巴草做的 这人疯了吗 把狗尾巴草倒成汁来卖 当我们是傻子吗 诸位朋友 此乃低龄草药液 其中蕴含大量精纯灵力 可在修行时使用 亦可在战斗时 就来看看喽 我这收买各种药丸 虽然药下和炼丹师 炼制的丹药有些差距 但物美价廉 原料也用的是 精心挑选的上号草药 不像某些人 拿狗尾巴草糊弄人 小本生意同所无期喽 冷姐姐 这地灵草药液 是什么东西啊 我也未曾听闻过 但这药液有些不俗 肯定不单单 是他们口中所说的 狗尾巴草汁 那我们去买几棺看看吧 我还是头一次 就拿这东西呢 小贼 你这东西要是 地灵草药液 那我卖的 就是天灵千丹了 旁边那兄弟 卖的就是天天功法 不对 是造化神功 可不敢这么说 我做的是小本商业 主打的就是 一个诚信为主 二位 熟目寸光 并不全是你们的错 此药液主材料 是哪些狗尾巴草不假 但却是神皇洲 大能天丹道人 所传下的秘方 此秘方 被家寿 然所得 后念我 诚心侍奉 才传授于我 至于其功效 到底如何 一事便知 这 且不说你口中的天丹道人是真是假 用狗尾巴操练之初 蕴含精神灵力的药液 你是在搞笑吗 拿这种破玩意儿编故事骗人 妄图让人上当购买 这些东西就是放在狗面前 狗都不会看一眼 给我来使惯 什么 你算个什么东西 明明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却在这瞎叫唤 还出来卖功法呢 我看你才更像个骗子 好了 灵儿 卖药的 一枚低阶零食 够买你这十罐地灵草药液吗 当然不够了 怎么可能会那么便宜 大黄 你怎么了 大黄 大黄你别吓我 你可不能抛下我一个人走啊 我们哥俩从小相依为命 没了你我可怎么活啊 大黄 我看到了 倒是喝了他的药液才这样的 他卖的东西里面有毒 你们两个肯定是他的徒 所以才会张口就买十罐 这种有毒的东西都拿出来叫卖 实在是太带毒了 没想到啊 这两名女子看上去挺大家闺秀的 结果心肠却这么带毒 主要是那卖狗尾巴草吃的 本来以为这人只是蠢 没想到居然又蠢又坏 就是可惜的这大黄狗了 这一身狗肉看着就好吃 结果却中毒了 你们都给我闭嘴 这事 别管他们了 你的这些药液我全都包了 开个价吧 好 十枚低品零食 这下就全归你了 十枚吗 我说你小子疯了吧 十枚都能买一颗玄介丹药了 没问题 成交 龙姐姐 这东西值那么多钱吗 你没看那大黄狗都喝出事了 这女的什么情况 演戏演全套 应该是没想到做来的东西居然有毒 所以索性全满了 不给别人落下口实 不对 你们看那大黄狗 大黄 大黄 你滚过来了 而且还突破了 但是你脑袋边上这肉瘤又是怎么回事 我想起来了 别曾说过 你有双头神犬的血脉 是不是因为你突破到了后天四层 所以血脉反阻了 那玩意儿真有那么神奇啊 给我也来一罐 别废话 不买就赶紧让开 我要三罐 不好意思 已经有人全部包下了 这 怎么回事 难道这么看走眼了 不知道啊 小子 把那十枚灵石和你那药液的炼制之法交出来 我可以保你一命 我说 究竟是谁给你们的自信 你们不会以为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吧 什么 三位朋友 继续躲在暗中看戏不太合适吗 是赵家人 这两人居然会怕成这样 看来这赵家人很不简单 壳下面声得很啊 不知是从何处而来 家是玄丹子 姓是玄丹子的徒弟 求养尊师大名 亲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方才那灵业的功效简直太好了 我想出双倍的价格 让小友再炼制一些 这位小友 赵家的价格我一样出得起 不管他开多少价 我们宁家再多出一倍 你们都想要啊 那这样好了 谁能先替我教训他们一顿 下次我再来的时候 就优先卖给谁 三 三位前辈 咱们要不 是之后 我还会再来 先告辞了 龙姐姐 咱们就这么让他走了 既然 他不想和我们聊下去 追到了 也无甚意义 这狗尾巴草汁 真有那么神奇吗 这是 少爷 这个菜好吃 多吃点 少爷 少爷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刚 少 少爷把小坛 抱到这里来干嘛 在地板上睡 太容易着凉了 你就先替我暖暖被子吧 我要去练丹了 没想到这个世界的物产 居然会如此丰饶 一个小坛上 就能逃到这种宝贝 好在这玄宇通天深的 保存条件并不苛刻 我可以有足够的时间 提升修为 和收集其他材料 我能这么快地提升到 练七三次 固然是因为 这具身体资质不错 但也多亏了那地灵药液 既然已是练七三次 也是时候将那地灵丹 练出来了 应该差不多了 成了 真不会说我呀 练七三次就能练出地灵丹 赶紧趁热打铁 再来上他一炉 都欠了多少天了 还不发月钱 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要养呢 哎呀 再不发钱 可就要饿死人了 你们不要急 晚几天 一定会发的 不行 就现在 发生什么事了 少爷 是府上的仆人们 在讨要上个月的月前 怎么闹到这儿来了 可不是嘛 老爷以前 还会多发一点给大家呢 现在遇到困难 稍微晚了几天 就是这副嘴里 真是群忘恩负义的人 快看那是谁 三门大少爷 我听说 他现在已经傻了 可不是嘛 连狗尾巴草都能练成呆 这种逆天话都说得出来 不是傻了是什么 听说他和二少爷 还当众打了个赌 他要是输了的话 得喊二少爷一声爹呢 王管家 目前账场一共缺了多少 月末还有二十两白银 这有一些低品零食 烦请王管家 找个地方 对称献银发给他们 剩下的存起来 别让这群人 吵着我父亲养病了 这么多 少爷 这是你从哪弄来的 谭儿 随我出去一趟 多谢少爷 我会转告老爷的 少爷 你昨晚是不是偷偷出去挣零食了 怎么还瞒着小谭呢 好好好 以后挣来的零食都交给谭儿管着 不是不是 不用交给小谭 只是不要瞒着小谭 包括财务什么的 是夫人该做的事情 怎么能让小谭 哎呀 少爷 不知不觉间 我已经彻底融入这方世界了呀 嗯 没事吧 少爷 回去告诉赵浩波 我对他一点想法都没有 让他别再给我送东西了 宁小姐 那可是丹顶阁最新炼制的助言丹啊 赵少爷他也是好不容易才搞到的 助言丹 赵浩波他几个意思 是觉得我需要这破案意儿来保持容颜 还是觉得我宁家会穷到买不起 这废物 嗯 王瑞 他想干什么 问 给我家小谭道个歉 刚才差点就砸到他了 哈哈 王瑞 你是不是脑子出问题了 居然让宁宁给你的小丫鬟道歉 呃 不是 是宁小姐 哼 你就是王瑞 那你应该知道我是谁吧 你就是王瑞 那你应该知道我是谁吧 我当然知道 既然知道我是谁 你还要让你未来的妻子 给个下人道歉 你可别忘了 我们到底为什么会有那一纸婚约 没想到 这女人居然会是我的未婚妻 她应该没认出来 我就是之前的贪主吧 既然还没嫁过门 那她就还不是你的下人 况且即便是下人 你方才差点就伤到了她 也是应该为此而道歉的 少爷 我也没受伤 不用让宁小姐给我道歉了 王瑞 你是不是真的脑子有病啊 非得得罪宁小姐是吗 你这人倒是有点意思 比赵浩波那种伪君子好多了 刚才确实是我的不是 作为赔礼 这盒子里的助缘单就送给你了 王瑞 咱们后会有期 少爷 这 拿着吧 反正不要白不要 知道了 你是故意这样的 通过这种手段来一起您您的注意 看不出来啊王瑞 挺会玩欲擒故纵的嘛 我们走 被我抽中小心思了吧 赵 赵少 你就是王瑞 是啊 我还是宁玲的未婚夫 怎么了 你算个什么东西 心里不清楚你们那个婚约是怎么来的吗 真以为你能够娶到宁玲吗 不过是拿你王家的家产 来抵你一条狗命罢了 这破玩意儿咱们就不要了哈 等少爷给你练更好的 有意思 我记得你和王鹏打了个赌是吧 说能用狗椅包草来练成丹 是啊 怎么 既然如此 不如就把时间定在明日吧 明日是丹顶阁一季度一次的灵丹鉴赏拍卖大会 彼时会有多位丹道大师出席 南岳城内的各大家族也会到场 刚好替你们的赌约做个见证 可以啊 不如我和赵少爷也打个赌吧 赌什么 赌约不变 赌注内容也不变 还是拿狗尾巴草能不能练成丹 若是能练成 赵少爷就喊我一声爹 若是不行 就换成我来喊 好啊 有何不敢 但若只赌一声称呼 未免也太小家子气了 不如再来天点彩头吧 我家库中上村有下品零食一千颗 不知赵少爷能否拿得出等额零食作为赌注 别说一千颗了 一万颗我都拿得出来 好 一言为定 听到了吗 赵家少爷也要和王瑞打赌 赌约和赌注不变 还要在丹顶阁举办的拍卖鉴定会上举行 到时会有一堆蛋糕大师菜 想作弊都不行 还有那一千颗零食 若是王在鼎盛时期 肯定拿得出 但现在 王家连佣人的月钱都发不出了 这王瑞能拿啥盆 不会真以为自己能赢吧 你你你你 你疯了吗 唐儿 我们走 对了 晚饭我想吃肉蛋葱鸡 好的少爷 发什么呆呢 心里有事 跟少爷说说呗 到底怎么了 是担心我明天的赌约会输 那声音为什么 别卖关子了 快说 那个宁小姐有点凶 我担心少爷娶了她以后天天被欺负 怎么会呢 放心吧 少爷我是那么没出息的人吗 嗯 我相信少爷 嗯 那就在明天 给这个世界一点小小的炼丹震撼吧 来了好多人啊少爷 别紧张 我有把握 自己丢人就算了 还要把整个王家拉下水 说的就是你 王瑞 表叔 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儿子吧 别操我们一方的事了 放肆 你可知道那是赵家的公子 你和彭尔玩闹我不会过问 可一旦涉及到赵家 等那赌鱼输了 丢的可不只是你一个人的面子 而是我们整个王家的名誉 表叔 为何觉得我一定会输 孩子嘴硬 若是你父亲醒了 也要被你气死过去 在下要无几 丹顶楼南越城分楼楼主 今日将会亲自主持本次丹药剑赏拍卖大会 总算要开始了 好不 你和王家那小子的赌约太过儿戏了 以后少跟这种人纠缠 父亲 那让丹顶楼的人做见证的事 我打过招呼了 五级大师会帮你们二人做见证的 多谢父亲 方瑞 这下你死定了 诸位 丹丹剑赏拍卖大会即将开始 首先登场的是玄机炼丹师 梦容炼制的玄品丹药 指尺丹 指尺丹能让服用者在短时间内拥有极快的速度 一大道指尺天涯的效果 尖赏丹 好纯正的灵力气息 我第一次见到 凭着这么高的指尺丹 看来梦容大师的炼丹实力又精进了 厉害啊 梦大师啊 容哥 你好棒呀 这下又能给人家买好多主言丹了 那是当然 宝贝你要多少我给多少 这弹居然是用千年雷吉松的树心炼制的 真是宝天天物 父亲 梦容大师可是我的好友 他就在隔壁 等我去请他过来 王瑞 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看 这才叫丹药 啊 就这破玩意儿也算丹药 谁在这里大放厥词 我 你有意见吗 你就是王瑞 果然如传闻一般不知天高地厚 王瑞 赶紧给孟大师道歉 我又没说错 这家伙根本就不懂炼丹 你 诸位近日可曾听闻一则 有关狗尾巴草炼丹的赌约 这赌约内容十分有趣 老夫炼丹数十年也是头一遭剑 既然此刻二位都在场 不如就由我丹顶楼做个见证吧 是赵家少爷和王家少爷的那个赌院 对 原本是王瑞和王鹏赌的 后来因为宁家小姐宁灵队员过 赵好锅也转了劲了 王家少爷脑子出问题了吗 这不是毕书的独局吗 老夫自幼便踏上炼丹一道 几十年下来却从未听闻 狗尾巴草能炼制成丹 王瑞少爷 老夫在此以丹顶楼的生育保证 接下来的燕丹环节 绝对公平公正 来吧 请示丹 俏梁小丑 你这丹哪 塔儿 把这盒丹药送过去 那盒子里装的 就是狗尾巴草丹 还真有啊 不会就是一草团子吧 王瑞少爷既然已将丹药送至 那就有请玄品炼丹师 梦荣大师前来燕丹 就让我来揭开你的执修布吧 师尊 好好鉴定 别给我丢人 是 这 孟大师笑什么 估计里面就是一个草团子 所以给孟大师整乐了 这么说来 我倒是有点感兴趣了 这得捏得多搞笑 才能让孟大师笑成这样啊 这王修文 到底怎么教的孩子 你这说丫头 四家未婚夫散得丢脸 你还好意思笑 爹 这未婚夫不是你给我选的吗 丹药上的这股气息 怎么这么熟悉 诸位请看 这就是王瑞所说的 用狗尾巴草链制而成的丹药 这是什么鬼东西啊 怎么这么像炼丹剩下的药渣 算了算了 三岁小孩都知道狗尾巴草 炼不出丹来 真不知道你们在期待些什么 当然是期待王家少爷 与行赌约啊 听说要当中喊爸爸呢 诸位莫及 虽然这丹药看上去 脉相不好 但或许内有玄傲 毕竟这是王家少爷 亲自炼出来的丹药 按常识来讲 狗尾巴草并不具备 任何炼丹价值 因此我十分期待 王瑞少爷炼出的这枚丹药 若这丹药 真的以狗尾巴草炼制而成 又具备功效 那将是炼丹史上 颇具开创性的一步 接下来我将在药无极大师 以及诸位的见证下 亲自鉴定这枚丹药 不对 这股气息是 王瑞 你终究还是我王家 依仿的继承人 若是现在认输的话 想必那赵元 也会卖我一个面子 表叔就觉得 我一定会输吗 你拿什么影 搞尾巴草 怎么可能炼成丹药 那玩意儿就是 烂大街的杂草 不 我相信少爷 少爷一定会赢的 他刚刚得罪了孟容 那赵家又是 丹顶楼的大主顾 是真是假 已经不是丹药 本身能决定的了 这 别担心 少爷我还有底牌呢 诸位 这确实是一枚丹药 品质为黄极 服用后可以恢复一定的旋力 但是 除了狗尾巴草外 里面似乎有些其他味道呢 王瑞 准备好叫爸爸了吗 叫什么叫 结果还没出来呢 就在这里狗叫 孟大师 还请明示结果 此答 产有其他药材的成分 是假的 王上不会用的是 进口的狗尾巴草吧 我早就说了 这狗尾巴草 怎么可能单独练成蛋 你们肯定有猫腻 有乐子看了 王家大少在丹顶楼 喊赵家大少爹 这下王家的脸要丢光了 不止王家吧 要知道那王瑞还是宁家的女婿呢 王瑞 你输了 男子汉大丈夫说到做到 赶紧履行赌约吧 赵兄 小孩子之间的打闹 何必上纲上线 我代替王家家主 替我这不懂事的侄儿 给赵家道个不是 还请赵兄网看一面 王某不日定席重礼登门拜访 赵家主 王家主都这么说了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 好男儿一诺千金 难道你王家少爷不是男人 王瑞 你躲不过他 临时待会再给 先叫爸爸 这是丹方 信孟的 你确定丹药里有其他药材 搞笑 还丹方呢 你自己瞎写的吧 这 是 师尊 猎徒学义不精 方才鉴定有误 如丹方所示 这丹药是真的 怎么回事 丹顶楼居然自己打自己的脸 这丹药到底什么情况 天哪 它真反转了 搞也不草炼出丹药 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啊 但大师都这么说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父亲 这 这 药无极 为把丹顶楼的声誉 反水自己的徒弟 看来那丹方的确是真的 既然药无极大师 已经给出了鉴定结果 那赌约 想来是我赢了 好男儿一诺千金 莫非赵浩波少爷不是男人 好男儿一诺千金 莫非赵浩波少爷不是男人 别 放肆 你个小辈 不要太过嚣张 赵元 你可比一老卖老啊 还是说 你承认你儿子不是男人 好不 我们走 子宝 赵家要赖赵吗 堂堂赵家就这样 也太玩不起了吧 诸位且慢 要老头 蒙少爷 这丹方 可否让给老朽 好 好可怕的七七 没事吧 少爷 抱歉抱歉 是老朽失态了 只要王少肯将这丹方给我 我愿用毕生积蓄来换 三顶楼楼主 要用毕生积蓄来换一张丹方 那丹方有这么神奇 炼丹界的天要变了 这个后面再说 让他赵浩波先履行赌约吧 爹 赵家主 赌约是小 赵家信誉是大 莫要自悟了 还请炼公子履行赌约 这是赌约里的一千颗灵石 至于那声玩笑话 自己上赵府来取吧 好 王瑞日后 必定会亲自上门去取 王少爷 那叫丹方 楼主这么想要 可你们丹顶楼的玄品炼丹师 孟容不是说 来人 剥夺孟容玄品炼丹师的身份 将其逐出丹顶楼 师尊 你不能这样 我可是按你说的 还敢多嘴 师尊 王少爷 现在这丹方该 岳父大人可在 怎么了女婿 我在 什么 岳父大人 这半张丹方 就且当作彩头了 剩下半张 等我取得您姑娘的时候 再和先前准备好的聘礼 一并奉上 好小子 待会一起 跟我去府上吃饭 咱爷俩喝个不醉不休 果然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赵元那副吃憋的表情 真有你的 宁叔 方才多谢您帮我说话 我敬你一杯 哪儿的话 我不过是说了几句公道话而已 来来来 干了干了 爹 娘明天可就回来了 要是让她看到你这副烂醉容你的样子 丫头 你可不心胡说啊 你爹怎么会怕你娘呢 少爷 你也少喝点吧 要是醉了 小唐可没法把少爷背回去 下您说 我确实也不能再多喝了 要不 没事没事 敞开肚子喝就是 待会儿我亲自给你送回去 嘿嘿 爹 我这肚子怎么突然有些不舒服啊 女婿 这还是你第一次和我家丫头见面吧 你们先聊着好 刚好 我也有事情想和你说 什么事 关于成亲的事 我看你和你这小丫头挺恩爱的 不然这样吧 我们结婚的时候 让她穿着红盖头 替我和你结婚好了 我也懒得继续陪你们演戏 我倒是没什么意见 宁小姐若是能够说服宁叔叔 这件事情就这样办了 可以吧 塔儿 少爷 宁叔叔 今天多谢了 好好休息 看够了没 别在那鬼鬼碎碎的了 宁家主 今天在丹顶楼里好大的威风 不服气啊 黄瑞是我宁家的女婿 哪张丹方 自然也是我宁家的 你们若是敢打我女婿 或者那张丹方的主意 就洗干净脖子等着吧 人呐 怎么一瞬间就没了 不知道啊 话说这阴山老鬼可是先天境强者 居然不是那宁风的一击之敌 难不成宁风也踏入了子府境 怎么可能啊 这小小的南岳城 居然要出两位子府境强者 还是先撤退 再从长计议吧 这群家伙是冲着王瑞来的 王兄啊 看来你家小子没你说的那么简单啊 表叔 这么晚了在我的房门口干嘛 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一直在这里等你呢 跟我来吧 少爷 没事的 等我回来 到了 王瑞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什么 知道一切的真相 父亲 兄父没有四好起伏 难道父亲他已经去世了 是的 兄长他已经去世两个月了 两个月前 兄长重伤归来 即便我们耗尽了府中所有的临时宝物 甚至重金购下了一枚 可以起死人肉白骨的转生丹 都依旧没能延续兄长的性命 在临死之前 兄长交代了后事 我先前两个月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兄长嘱咐下作为 还望贤侄莫要计较 一切的缘由 兄长都写在那个箱子里的一封信上了 你自己看吧 父亲 还有一张地图 王瑞无二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应该已经不在人世了 父亲 几个月前 我和族中的几位强者外出运货 期间 我们碰巧获得了一件宝贝 但这也引来了一群莫名强者的追杀 除了我侥幸逃出生天外 其余人悉数死去 而那件宝贝也被夺取 我乃是王家唯一的先天境秀士 我不能就这么死去 起码在外人面前 我不能死 所以我便让修武配合我演了这么一出戏 还望你莫要记恨他 至于那张羊皮纸卷 是和那件宝贝一起被发现的 索性被我给偷偷藏了起来 据我所研究 这是一张通向一位通悬强者陨落洞府的录影 一切的秘密就由你来亲自揭开吧 吴儿 吴儿 不起 那我这只身体 现前的死亡 应该就不是表述所谓了 究竟会是谁干的呢 问什么声音 王家主 我们锦绣商行 愿意除一百枚上品零食 买断那颗丹药的丹方 早就听说你们锦绣商行 口口嗖嗖的 现在看来果真如此 王兄 我愿意拿出二百枚上品零食 你们都太小家子气了 我出五百枚 诸位 我早就说过了 这丹方的价值不可估量 其实你们拿出些零食就能买断的 快看 是药物极 丹顶楼的药物极来了 好 王家主 想要多少尽管开口 我丹顶楼别的不敢说 唯独财力 南岳城内无人可比 王家主 想要多少尽管开口 我丹顶楼别的不敢说 唯独财力 南岳城内无人可比 药楼主 此丹方的价值 绝非金钱可以衡量 且丹方掌握在家兄手中 我并无群外受 听闻令兄不久前腹伤严重 不知如今伤势如何 家兄闭关已久 具体情况我也不深清楚 王家主 想必您也知道 我丹顶楼在炼丹救人这方面 南岳城中绝对是独一党的 不过此处人多眼杂 让一让 让一让 家父身体就不劳烦药楼主操心了 至于那地灵丹的单方 我已经作为聘礼 许给了宁家 药楼主若是成心想要 自可以去宁家求购 天下英雄出少年 王家主 你有一个好职子呀 王家主 方才我所说的依旧有效 你随时可以来丹顶楼找我拿药 告辞 看这情况 药无疾是在拉拢王修武啊 多办事 听说王家一房二房 真斗已久 眼下王修文身负重伤 王修武又有了丹顶楼的知识 说不定王家的天真的要变了 那倒不一定 毕竟王修文背后还站着宁家呢 诸位 今日就到此为止吧 可惜喽 没能买到单方 今天吃瓜事的这么爽 也算没白来一趟 表叔 我想去库房看看 若是还有什么需要的 可以随时来找我 这是库房钥匙 多谢表叔 马上就是五月学院的招生大考了 如今的南岳城更是暗流涌动 一定要多加小心啊 丹顶楼和赵家那边 我自会处理的 你无需夺行 表叔 这些日子以来 真是辛苦您了 说是没有您的支撑 真不知道王家会变成什么样子 哼 想不到王家的库存里 竟然还有一株天火草 真是壮大运了 以这天火草为主材料 恰好可以炼制一炉宁神丹 用以宁炼这具身体的神魄 不过这宁神丹的炼制难度可不小 若以这个世界的炼丹体系而言 起码也得是选品丹药了 需要先天强者的资质才能炼制 若是让这个世界的人知道 一个后天三层的凶士 试图炼制选品丹药 恐怕会笑死一大片人 但对我王瑞来说 区区选品丹药 谈之可得 赵家主 我就猜到你会来找我 药老头 关于前几天那件事情 你不需要给我一个解释吗 如你所见 那颗地灵丹与其丹方 全部都是真的 即便是真的 只要你一句话 它不就变成假的了吗 以我赵家与丹顶楼的交情 为什么不能帮我们这个忙 别的东西都可以作假 唯独这地灵丹不行 好 这颗丹药究竟有何不同 赵家主 你不懂 那可不仅仅是一枚地灵丹 而是象征了万年前 那个辉煌至极的世界啊 万年前的世界 丹城 这天火草 还是少了点 只够我练出三枚宁神丹药的 其余杂七杂八的丹药 倒是顺带练出了不少 姑且先这样吧 这个世界终究还是武力为尊 也是时候 好好巩固一下修为境界了 虽然还是练习三层 但根基却已真挚完美 真期待和这个世界的修选者交手啊 谭儿 你怎么 少 东西 谢谢少爷 你大半夜的不睡觉 上我门外干什么 小 小汤看你在炼丹房里 待了一整天 怕少爷你饿着 又怕打扰到你 就 小傻瓜 饭先放这儿吧 少爷我还得出趟门 办点事情 这是什么情况 才过了几天呢 我的地灵药业 就被这么多人给吵死了 兄弟 要来点地灵药业不 这可是好东西啊 够吃了都能破镜 哥们 你可千万别信他 他那就是拿狗一把草 倒成真糊弄人的 我这个才是正版 嘿嘿 想说什么呢你 嗯 这是 哼 不是哥们 你是故意来抢我们饭碗的吧 哼 华仲取宠吧 正常搞那么的 货要是不够硬 小心待会收不了场 我的货硬不硬 你们自己来看呢 啊 还在这装呢 练出来的东西都有毒 快别害人了 这家东西有毒 大家不要买啊 这 这是后天一层的细心 这野猫 直接成妖了 没错 就是你 那个上出卖地灵药业的大师 什么 大师 你带来的这些新丹药 无闻所未完 不知分别有什么功效啊 又售价几何 这些丹药 乃是家师随手所练 主妇我拿来换些材料 所以这次 我只换不卖 赵 赵家大少来了 哼 你就是那个 卖地灵草药业的 听说你的东西 和最近大火的地灵丹很像 所以你和那王瑞究竟是什么关系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没必要回答你的问题 你要买就买 不买就赶紧滚蛋 别碍着小爷我做生意 你你你 你居然敢对赵家大少 真要说话 有什么不敢的 我可是听说 我们南越城的这位赵家大少爷 前不久刚刚输给了一个赌约 还顺带着认了个爹 你 不是死活的东西 赵家 我拿下他 是 小子 虽然我们有点矫情 但这次是你无理再现 就别怪我下手不留情了 什么 也不知 我究竟触犯了这方式里的什么规矩 赵大少爷叫差人拿我 你卖的东西 并没有经过我赵家认证 我怀疑里面有毒 这个理由够充分了吧 有毒 真的有毒 赵少爷 现在我们能好好谈谈了吗 如果你不想和他一样躺下的话 你什么时候吓得少 你究竟是谁 在下不过是一个无名小辈 随尊师玄丹子游历之子 祖师乃是神皇舟大能 天丹道人 那你炼制的地灵药业和王瑞拿出来的地灵丹又是什么关系 你们几乎掌握了同样的丹放 不认识 不了解 咱们只要谈咱们自己的生意就好 刚刚 究竟是什么情况 我居然在不知不觉中就失去了意识 赵侠也是后天七层 居然在顷刻间就被这人给毒倒了 这人在草木丹药上的造业 该有多高 前辈 方才多有得罪 这些灵石您收下 就当是晚辈给您赔罪了 你这人倒是挺机灵的 并不像传闻中说的那么蠢嘛 此人来头应该不小 很有可能真的事成那位神皇周大能 若能用此人炼制的丹药相助 我定然可以在接下来 五岳学院的招生大笔中 勇夺第一 一雪前耻 前辈 我赵家别的不说 炼丹材料的库存 那是颇为丰厚 在我的权限之内 前辈可以随心所欲地自取 哦 赵公子这么大方 想必是有什么事情 要我帮忙吧 还真是瞒不过前辈 晚辈只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希望前辈能顺手帮晚辈 练着几颗丹药 就这点小要求嘛 包在我身上 多谢前辈 宁灵 神根半夜 他怎么会在王府 有点东西 再来 宁小姐 你半夜潜入王府 袭击未婚夫 不知一遇何为 哦 我明明是光明正大 从大门里进来的 倒是你 怎么回自家 还要翻墙了 少爷 唐儿 少爷 你没事吧 放心吧 我没事 少爷 宁小姐 是和宁家主一起来的 他们现在正在主厅喝酒呢 那个话 带家主前面 还让我叫你过去 我根据少爷吩咐 说你在闭关回绝了 原来如此 无妨 我们去看看吧 我刚刚那一击 便是寻常后天五层的 秀选者 都轻易戒不下来 却被他轻易唤进 有意思 表叔 宁家主 你小子 怎么才来 我和你表叔 都快把酒喝光了 今夜酒馆够 以醉方休 表叔 你和宁家主 早就认识 是啊 我俩小时候 都是大哥屁股后面的 跟屁虫 我还记得 那会儿宁峰穿个开裆裤 不说这个 不说这个 说起来 你那丫头刚刚出去了 你可咱遇到 遇到了 她就在院子里 那丫头随大妈 脾气有些轻了 你们有空 可以多相处相处 毕竟早晚要成婚的嘛 爹 该回去了 急什么嘛 难得出来喝此酒 娘可是说了 要是害时前 你还没到家 你下个月的零用 就折扮 走 我们回家 把尿 不再喝 小子 马上就是五月学院的招生大笔了 你参加吗 五月学院的招生大笔 听说了吗 这次五月学院的招生大笔 奖励比以往更丰厚 若能夺魁 更是可以去珍藏秘境 任选一件宝物 可别高兴得太早 这次大笔的主考官 可是那位有着妖女之称的楚妖妖 楚妖妖 玉姐 我参加 好 那我就等着看你小子 还操多少惊喜了 少爷少爷 快点啦 我听说 报名五月学院大笔的人 好多了 再拖拖拉拉的 排队都排不上了 自重生以来 不是练丹 就是休息 精神一直紧绷着 还好有小坛在 这边这边 来了来了 让一让 让一让 张三淘汰 少爷 不是五月学院的招生大笔吗 怎么他们在爬山啊 这就是五月学院 招生大笔的选拔审核 只有通过选拔的人 才能参加大笔 这不就是走台阶吗 怎么他们一个个 都半道摔下来了 这自然不是普通的台阶 想必是加了阵法 让开让开 都给我让开 哟 这不是王瑞吗 我记得 你不是只有后天三层吗 怎么也来参加 五月学院的大笔啊 你 你耍无赖 还好意思说话 你还欠我家少爷医生爸爸呢 从此 少爷 算你们好运 今天就先不跟你们计就了 他也来了 这小小台阶 居然让你们一个个如此狼狈 真是丢我们南越城的脸 但你们放心 你们丢的面子 我账号拨 替你们挣回来 对 怎么刚走上来 压力就这么大 和情报力不一样 今年和以往不同 以往的选拔只评测修为 只要达到后天三层 即可参加 但今年在此基础上 增加了根基评测 若是根基不老者 就算修为已经超过三层 也极有可能失败 赵家公子过关了 不会是我们南越城 年轻一代第一日啊 轻而易举 就走完了三十阶 宁姑娘 我在上面等你啊 这台阶一共一百阶 每十阶对应一层修为 走到三十阶 便算是过关 以我如今练弃三层的修为 不知能走到多少阶 不行 要到极限了 等了大半天 终于有一个 看得过去的苗子了 赵公子乃是人中之龙 此番 必能在五月城大笔中 独立风丧 是啊是啊 以后南越城就看赵公子的了 你很不错 入门后可入我火院修行 多谢前辈邀请 宁姑娘 你也要参加选拔吧 不是哦 我是来给我未婚夫加油的 他是要参加呢 那你待会儿可要好好给我加油 就他 一个后天三层的菜鸡 我看刚走上去 就掉下来了吧 赵少爷说得对 这王瑞区区后天三层 就不要来给我们南越城丢脸了 我听说 宁家小姐不是很讨厌自己的这个未婚夫吗 怎么现在喊得这么轻尼 难不成是因为单顶楼那件事 我听说那单方价值千斤呢 你这个不讲信用的坏人 先把欠我家少爷那声 罢罢还声再说 你找死 若要动手 请去别处 别在我五月学院招生考核上撒影 抱歉抱歉 是我冲动了 王瑞 你怎么只会躲在女人后面 不是要参加选拔吗 赶紧啊 加油啊 王瑞哥哥 让这个赵什么的看看 我找老公的眼光有多好 宋爷 你 赵豪波 要不我们再打个赌 你敢不敢 有何不敢 你说 如果我登的台阶比你多 你就喊我一声爸爸 反之 则你欠我的那一声一笔勾销 我还喊你一句 如何 怎样 你也不亏吧 我可只有后天三层 当着宁小姐喝这么多人的面 你不会不敢吧 有什么不敢的 毒就毒 那我就当这个见证人了 待会谁要是赖账 谁就不算男人 你王瑞 不过拘损后天三层 根基更是稀万无比 我看你这次 怎么下的来台 和我料想的一样 这台阶检测的是灵力强度 只不过不同收尾的人登上以后 承受的压力会不一样 等等 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啊 是啊 怎么王瑞看上去那么轻松 三十阶 他已经达到过关线了 不过是达到过关线而已 我可是走到六十阶的 我的炼器三侧 若是对应这个世界的修为 便是后天三侧 单论灵力强度 简直是昊月和萤火的差距 王瑞 你身上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已经过了六十阶了 此次分明 只是后天三侧 为何登这台阶如此轻松 看这架势 他通关也不是什么难事啊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现在倒是稍微有一点压力了 不过走到顶 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忘了问了 这个走通关有什么奖励吗 不可能吧 赵少爷都才勉强走到第六十阶 王瑞不是只有霍天三层吗 王瑞这是什么意思啊 他想通关 这只是招生考核 通关者并无奖励 那好吧 什么 他居然不走了 就算没有奖励 这样能够通关 这可是能够明镇整座南越城的 你 你要干什么 叫吧 这回你总不能赖账了吧 作弊 你一定是作弊了 自己不行就不行 别找借口了 愿赌服输 快叫吧 赵家大少这可下不来台了 你说他会叫吗 男子汉大丈夫愿赌服输 那肯定得叫啊 那可不一定 我听说他们之前不也打了个赌吗 最后好像还真让赵家大少赖掉了 给我闭嘴 你小人 你不过区区后提三层 找我来揭穿你 王瑞前程并无作弊行为 我能够作证 在我五岳学院考核场地动武者 以此为例 旋律离帖 且如此雄幻 此人最少也是先天中情 放在南越城 已经足够成为一家之主 却只是五岳学院的一名指示 看来 这五岳学院有些东西 赵少爷 五岳学院的指示 已经证实我没有作弊了 你可以履行赌约了吧 赵昊波 你这号算是练废了 让你爹趁年轻 再生一个吧 谁会成口舌之力 死吧 小的 住手 学历欲物 赵元 你果然已是此附近 连星皇 这南越城 还轮不到你们五岳学院的人来撒野吧 你儿子三番两次 在我五岳学院的考核场地动武 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早就把他拍成一滩肉泥了 爹 你别听他胡说 这王瑞考核的时候作弊了 他不可能靠自己 走到六十一天 赵家主 看来 你还是很公道的 你儿子欠我一声爸爸 快让他叫他 王瑞 你找死 愿毒服输 别丢了我们赵家人的脸 爸爸 赵家主 看来 你已经考虑好了 嗯 给我祸 运气四次 成 终于成了 少爷 小谭 好久不见 怎么感觉少爷 有哪里不一样了 那你说说 少爷我哪不一样了 少爷 你在里面修炼了七天 七天都没有洗澡 你现在是臭少爷了 那走 给我烧水洗澡去 等洗完澡了 少爷带你去打擂台 宁灵获胜 紧急下一轮 看来宁家小姐很强啊 你看清楚了吗 我怎么都没看到宁家小姐出手 我也没看清楚啊 那胖子怎么就飞出去了 下一场 由冯锋对阵赵浩波 这是什么品味机制啊 为什么让我对阵赵浩波呀 我 我 我认输 赵家大少究竟是什么秀啊 怎么随手一拳 就那么大的威力啊 这下王瑞可惨了呀 他俩要是在擂台上对上 想什么呢 王瑞不过后天三次 我估摸着 王瑞在擂台上就三连败淘汰了 怎么可能对得上赵家大少 少爷 他们一个个都好凶啊 怎么 不相信少爷啊 哪有 我是担心少爷受伤嘛 我会给少爷加油的 下一场 由王瑞对阵王鹏 王瑞 别以为你打赌赢了赵上 我就会怕了你 赵手 怎么回事啊 刚刚发生了什么啊 王鹏这就输了 不可能 王鹏好歹也是后天四层 他居然不敌王瑞这一招 少爷真厉害 王鹏这就输了 第二轮对决结束 二连胜组共十人 接下来这十人将进行两两对决 胜者将获得进入五岳学院学习的资格 第一场由王瑞对阵赵浩波 这下精彩了 这王瑞不得被打死啊 赵家少爷可是我们南岳城实打实的年轻一代第一人 这王瑞拿什么打 我看不一定 这么久下来我也算看透了 那王家少爷就是在藏着 指不定就打赢赵家少爷了呢 王瑞 你这下没人能救你了 不 不可能 你到底是什么境界 不 你不是王瑞 怎么跟长辈说话呢 忘了昨天怎么叫我的了 你到底是谁 不管你是谁 都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这不是我前段时间卖的弹药吗 后提七层 不对 已经是八层 这招号波 刚刚服用的是什么弹药 来 少爷小心 我死 我劝你赶紧去找个坑蹲上 王瑞 你给我等着啊 王瑞获胜 获得进入五月学院学习资格 少爷赢了 怎么可能 王瑞获了 好像是赵家大少主动下去的 我看他裤裆有点变色 该不会是闹肚子了吧 来 找个地方打一架 你 你想对我家少爷干嘛 吃醋了 你家少爷 可是马上就要娶我了 到时候 他刚刚使出的那股力量 并非玄力 但给我的感觉 却远胜于玄力 那是灵力 灵力 根据古籍记载 万年之情的修行者们 修行的并非玄力 而是一种名为 灵力的天地之气 而那时的修行者们 被称为修仙者 再来到火凤国之前 我族中长辈 确实和我说过 这天地间 并非只有修玄一条道路 正是 再加上王瑞之前 取出的那枚地名单 已经可以确定 王修文找到的是 一座万年前修饰的古墓 只要我们取得了这古墓 这时将改变 甚至主宰整个世界 凝方已是子府境 只要有他在 我们就动不了王瑞 我自然有办法 但我们得赶在他们 进入五岳学院之前动手 才是生输了 这一炉只练出三颗故元丹 我还远未到极限 在前往五岳学院之前 先把根基修炼到极致 怎么坐在这儿睡 不乖哦 少 少爷 昨天家主让我过来喊你 我看你在修炼 就想先等等 然后等着等着 就睡着了 快去休息吧 这些事 侄儿 昨天宁家家主 我亲自过来了一趟 正是把你和宁家丫头 结婚的日子定下来了 就在七日之后 结 结婚